几岸乡公所举办110年环保试试大会 2号一大早分别在希望公园、纳豆郎广场 还有仁爱新城公园 以及北昌活动中心等四个地方盛大举行 一千多位环保志工在乡长游淑珍 还有各队队长代理之下 大家齐身试试 卷起锈管拿起扫具 展开乡境内各个角落的环境清洁工作 环保志工们拿着扫具 穿梭在邻里巷弄之间 这是几岸乡公所在今年度第一次举办的环保试试大会 2号一大早分别在希望公园、纳豆郎广场、仁爱新城公园 还有北昌活动中心等四个地方盛大举行 一千多位环保志工在乡长游淑珍及各队队长代理之下 大家齐身试试 也卷起锈管拿起扫具 缤分多路方式维持着社区环境整洁工作 捷径家园、幸福缤分几岸 我们成立了34队的环保工作队 共有1100余位 今天是我们的环保大会时 也让我们在吉安里面分成四个区块 来进行撒扫 让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有更干净更洁净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我相信自己动手做 能够让我们身边氛围的人 都可以感受到吉安暖暖的行动力 尤其我们的营法乐活的队伍 超过七八十岁的长者 有他们的子女孙子来陪同撒扫 也是一个幸福的氛围 我相信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付出奉献 带给吉安的是亲近 是生活的事性 是快乐的氛围 我们相信这是一份责任跟任务 穿起了我们环保志工队的这样的一个背心 也代表我们爱我们的土地 爱我们的吉安 让我们一起来为吉安加油努力 经过一个上午的努力 志工们总共清出了2325公斤垃圾 还有120公斤回收物 江长游淑珍表示 未来会持续发起各式环保活动 希望有更多人可以一起响应 一起用双手来守护家园 借石立琴吉安相报导